耍起幻象环得心应手 这几个幻象环在陈维炎手中变化万千 也让舞台上的她是魅力十足 其实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维炎是一位声语障碍者 因为天生语音机能有问题 导致她口齿不清 这也让她一度没有自信 不敢跟大家说话 不太喜欢跟别人交谈 那通常都是用匕首式的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单字 像比如说厕所 魔术之类的 这些单字 或者是她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偶然间 发现表演魔术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而开始在同学间练习表演 不管是扑克牌魔术 或是幻象环杂耍 在威延努力的练习之下 同学都反应相当不错 让她也慢慢有了信心 最近她还参加台中市街头艺人的争选 顺利取得了证兆 回想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威延人觉得是在做梦 做梦 做梦 就像在做梦一样 不压抑我 一二有的 她这次想要考试的那个决心是不一样的 对 那因为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之前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说好看好 但是 真的考上了那一刻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表演魔术让威延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也顺利取得街头艺人的征兆 算今年就要从大学毕业了 但威延说她不再害怕与彷徨 她要学习更多种魔术跟大家互动 也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捷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